一年一度的iPad领袖峰会又将登场 今年主办国换到南美洲的秘鲁 应秘鲁共和国总统伯鲁阿尔特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3号至17号赴立马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北京宣布习近平将出访秘鲁立马参加iPad峰会 随后转往巴西里约任内卢出席G20峰会 全球关注习近平跟江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日本首相石铺茂是否举行场标会谈 并准备迎接川普将上台的局面 习近平出访秘鲁不仅参加iPad会议 根据外媒报导在秘鲁首都立马以北80公里处 耗资35亿美元由中方银行贷款资助兴建的前凯港 是南美太平洋的第一个能停泊巨型船舶的大港 习近平将出席启用仪式 中资打造的深水港令美国担心 可能成为南美首座全球商业中心 并让北京增加美国后院的影响力 这不仅是商业问题 更是战略问题 提搭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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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